大家好,这里是汪哥出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国产奇幻电影 只要在玩偶上滴一滴血,它就会变成另一个你 替你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万物商店之木偶 女主小文是个出入职场的实习生 在家里被房东催债,在公司被上司嫌弃 送个文件啊,还看见辣眼睛的事 没运连连的小文只好跟玩偶倾诉 结果小文的鼻血滴在了玩偶上 等小文从厕所清理干净出来 竟然看见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小文吓得躲进了床底下,原来这是玩偶遍地 玩偶喊着小文主人,并递给他一个本子 只要他在本子上写下什么 玩偶就会遵循他的愿望做什么 为了验证,小文在本子上写下让玩偶打自己耳光 结果玩偶真的照做了 第二天,玩偶在变回原型前为小文做了早餐 这让小文觉得有一丢丢暖心呢 随之而来的还有桃花运 公司新来了一个上司开问 小文对他一见钟情 开文也似乎对他颇有好感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绿茶婊卷毛女 卷毛女最会勾的男人 开文也难掏起手 小文看着和卷毛女一起的开问 心里很不适滋味 结果祸不单行 经理还要求他第二天给出一个策划案 作为职场小白,这不是为难人吗 晚上心急如焚的小文戳破自己手指 召唤出玩偶给自己做策划案 而自己上床倒头就睡 第二天,他带着策划案和玩偶去了公司 他把策划案拿给开问看 结果卷发女趁他不注意拷贝了他的策划案 气急败坏的小文立马召唤出玩偶 玩偶立马想了一个新策划 用出色的创意征服了上司 这让卷毛女开始嫉妒他 趁着公司聚会时在他酒里下药 小文很快就头晕脑胀支撑不住 他再次召唤出玩偶代替自己 玩偶在舞会上大放光彩 还趁机帮小文对开文表白 两个人就开始这样交往 开文帮小文查出卷发女偷窃策划案的事 卷发女也成功的被经理解雇 而小文从玩偶这里得到了好处 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召唤他出来 他让玩偶代替自己工作 而自己则每天眷顾着和开文恋爱约会 纸醉筋迷奢迷烂醉 就连煮饭给开文吃都要玩偶替他完成 他让玩偶扮演好自己 然后出了门 回来后却看见开文正亲吻着玩偶 他催意横飞 而玩偶出场了人类的感情后 渐渐的也喜欢上了开文 不久开文就跟小文求了婚 玩偶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小文发现好想让他变回玩偶 玩偶却怎么也变不回去了 小文害怕开文发现 于是将玩偶关在了柜子里 没想到开文直接提出了要住在一起 两个人就这样在玩偶的眼皮子底下缠绵度日 没想到玩偶从柜子里跑了出来 他威胁小文说要轮流被关在柜子里 小文为了不暴露直号向他妥协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很快开文就去出差了 玩偶代替小文继续在公司上班 他故意在公司勾引经理 败坏了小文的名上 终于到了开文回来那天 开文却怒气冲冲地进了家门 小文不知道所以然 但也大概弄清了怎么回事 好在开文相信了小文的解释 两人很快和好如初 但小文越来越崩溃 他憎恨玩偶所做的一切 却又无可奈何 而玩偶的野心越来越大 他想彻底取代自己的主人 他将小文锁在了柜子里 第二天 小文不停地拍打着柜子 引起了开文的注意 开文打开柜子一看蒙圈了 竟然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友在房间里 但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玩偶从背后打晕了 就在玩偶要对小文下手时 小文先一步杀死了玩偶 玩偶最终变回了一个真正的玩偶 玩偶虽然让小文失业顺利 让他收获了耐情 但他同样毁掉了小文的人生 所以这个电影告诫我们 不要贪得无厌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也强求不来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